好,那我們現在再來看的就是它文字的部分 那文字的部分呢,點到這邊 你可以直接把這邊丟進來,這樣是一種方法 那如果你不要呢,我直接用這個增加文字點一下 好,那重點來了 我們在這邊 好,像這樣子你打中文 這個是沒問題 那你可以把這個文字方框拉大一點 拉大一點,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沒有文字要設幾級大小 平常我們在office裡面不是都是12級嗎? 12點,對不對 好,那這邊呢只有變大跟變小,為什麼? 因為這邊都是像樣的 放大縮小不失真 所以你要變大,登登登登,這樣有沒有變大? 你就自己拉開就好 好,就看你要設的哪一樣的顏色 好,你就自己調整一下 那調好之後呢,我們這裡有一個會遇到的問題是在這邊 今天你用的這裡,現在是什麼? 是不是濕原黑體? 沒問題 你往下走,往下走 有沒有發現,有的字是綠色勾勾 有的是什麼? 是溫號 這個呢,你就要留意一下 今天如果這個字 雖然你電腦有這個字體 可是呢,這個軟體沒用過 它就會變溫號 你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就是載入的動作 比如說我找一個 我找看他們電腦裡面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但是 不建議各位用標牌體跟細明體 各位知道為什麼吧? 您有沒有用過在PowerPoint Office裡面用過一個叫文字藝術師 您用過文字藝術師 如果你挑這兩個 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文字重疊的地方會中空 底畫交錯的地方會中空 這個是字體的問題 不是軟體的問題 這個華康的字體當初就有問題 一直到現在從來不想改過 所以您只要用別人的就不會 這個要留意一下 那所以如果用微軟正黑體按下去 有沒有會出現這個過程 它第一次會有這個過程 不管是中文還是英文 那你只要跑過一次之後 就可以正常使用 等於說第一次的時候 這裡 它叫你要去喝一下咖啡才行 這就看你的那個字體大小 還有電腦的速度 這會有關係 那原則上我們這邊電腦夠快 所以應該一下就好了 所以等一下你會發現 它的前面就會變成綠色勾勾 這是我們在這個軟體裡面 使用中文字體的時候要留意一下 那至於說下面的這個文字樣式啦 陰影啦 這個我就不用講太多 因為這個大家都會 點一下就有了 像這樣子 那我把它還是用黑一點的 黑一點的 這裡 濕原黑體稍微黑一點 好 那現在這個文字有了 我們再來看 它的這裡有一個東西 倒是還蠻好用的 哦 底下 底下 拉過來一點 您看左下角 時間軸的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語音合成 欸 因為呢 如果比如說 您用這個軟體 讓小朋友做一些 角色的演出 那這個功能就是 國際版沒有的 因為您可以看到右手邊 有沒有都是方言方言方言 國際版沒有那個方言 所以它國際版沒有這個功能 那您可以把文字打進去 就可以選擇 用哪一種聲音講出來 我們平常大家 用逛Google小姐嘛 對不對 但是呢 你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比如說 您看 OBS虛擬攝影棚 我把用這個 把它拿進來 好 現在呢 如果你要普通話 我們就請它 聽看看 OBS 這樣有 這樣有嗎 好 那我們往下走 台灣也有個代表 叫小鈴 哈哈 真的 在這裡 台灣小鈴 但是我們不知道小鈴是什麼 我只知道有柯南 不是那個小新 所以呢 我們點一下 我把聲音調一下 好 我們用小新 然後呢 然後呢 如果確定要 你就可以把它應用 你這裡面有沒有聲音就進來了 聲音就進來了 所以你就play一下 我現在 我去試音樂 這樣了解 我現在 像我家附近那個燦坤啊 還有我去喜宴 有聽過人家那個 播影片的 喜宴不是都會放影片嗎 燦坤前面那個廣告 現在滿有語音合成的耶 都不用請人念 都不用請人家念稿 直接語音合成這樣念出來 所以這個呢 你就可以像這樣 這個也滿特殊的 叫做這個 語音合成 你只要把你的文字丟進去就好了 好 就可以試看看 你可以找看看其他的 哦 這裡 用中文的 OK 那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遜飛語音 那我們往下走 你要普通話的 試聽一下 這樣也可以對不對 好 這樣你就比較多角色可以使用 對不對 角色的聲音 你就不用擔心找不到演員 哈哈 你又不想自己錄音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錄音 好 也是可以自己錄音 所以我們就可以像這樣子去使用它 好 這個是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 中文字 打字的時候要注意的地方 還有就是這個 所謂的 文字轉語音的地方 好